這次展出的四件作品 其中有三件是由不同媒材所結合的創作 這是我在創作脈絡上經由觀察人的內在情感 轉化至人與自然關係的一種過程 在作品上我使用瀝青、水泥等人造產物 去覆蓋在自然產物的木材上面 這是一種人介入自然的現象 希望透過這些創作能夠呈現出 在社會環境中人與自然的一種關聯 嗨大家好,我是那是珍 很高興可以參加這次青雲王老師主辦的 與小藝雕塑連展 在這次的展覽當中我想回歸到最一開始的藝術接觸 也就是我的原點以及對於作藝術的信念 由於我接觸的藝術教育是在美國 所以我最一開始接受的藝術就是西方唯一復興式的雕塑 而回到我的初衷以及我對於作藝術的信念 在我裡面興起一場全新的復興 把舊有的跟新的做一個結合 突破現有的框架 然後再呈現一個全新的雕塑 希望你們會喜歡,謝謝 嗨大家好,我是李懿 一般人面對不與壞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會去想 或是做一些讓自己開心的事 那我覺得其實有人或是自己能夠認同 這不幸坦然的接受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的創作主要是在處理 人面對理所當然無可避免的 絕望的一種狀態 這次展出了SWIMING FREEDLY和YULU TEGENEL這兩陣作品 他們是被人化的魚 魚時常被視為Dymo 而這也正是他們的魅力所在 作品中將與你人化 看人一樣具有獨特性 能夠思考以及配合與感受 SWIMING FREEDLY這件作品 是能夠時刻提醒著自己的初衷 但繁雜的生活中 自在並且珍惜身邊 所能夠帶給自己的新的人事物 YULU TAKE A NAP 是美夢中所誕生的作品 偷弦中做了個美夢 講述著夢中的純粹 以及甜甜的靜蜜之感 大家好 我是郭佩如 這一次我在青雲畫廊展出四件作品 那它的名字是叫做干擾 那它從嘴巴裡面走出來的那一隻兔子 是象徵另外一個自己 那本身那一個很大顆的頭 其實也是我自己 那它在面對外面的一些聲音 不管是好與壞 種種干擾它的音 所以它派出了 就是從那一顆大頭裡面走出來的那一個兔子 試著幫它解決所有外面的事情 哈囉 大家好 那我這次總共展出了兩件作品 這兩件作品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 就是缺陷來進行創作的 那驕傲兔子這件作品的主要是在講述 面對問題跟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讓自己感到強大 然後以驕傲 自由的經理這件作品是在講一個無法選擇的基因 然後造成的一個問題 那這些都是來自於我個人的觀察 然後與感受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在看太空漫遊2001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個生物 它是魔 它在地球上已經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 它看過人類的物件變遷 看過我們的紛紛擾擾 我只希望它就像傳說裡的那樣 它會坐進我們的墨壁 替我們把惡夢吃掉 讓我們再次相信對方 擁抱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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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終的革命 來自身的照片 我認為我們不會抓住 我們會知道